文章来源眼光很亮 最近这两天有一张图片在互联网上火了 通过图片可以清晰地看到 上面写着卫生间管理人员公事栏 其中只有一名保洁人员 剩下的五个人都是管理的人员 上面清晰地写着 安全第一负责人 分管负责人 管理人员 监督人员 很多网友看到这样的图片 感到匪夷所思 一个小小的厕所 还整出来五个管理人员 这个厕所究竟有多大的能量 还是说这样的现象是普遍发生的 很多网友有人愤愤不平 有人开始冷笑 我也注意到 类似这样的现象确实不在少数 这绝对不是个例 而是一种社会上的缩影 一个厕所只有一个保洁员在工作 其余的五个人都是负责监督和管理的 一个小小的厕所 真的像我们现在一些职场 说句老实话 很像一些公司的组织架构 管理的人员众多 臃肿 而干活的工作人员都在最下面 再者说了 一个公厕 一个清洁人员 如果能够满足得了该公厕的工作需求 那么剩余的五个管理人员 他们的职责又是什么 看起来写的第一负责人 但我相信 如果公社出了问题 这个第一负责人 恐怕也负不了责任 现在很多头部的互联网企业 也都在大幅度的裁员 很多公司都在抱怨 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可是我们看看 一个公厕就有六个人领工资 而干活的只有一个人 看到这样的现象 也难网友们有意见 不满意 一个厕所需要如此众多的岗位 那么厕所这些岗位的分工 真的有必要吗 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仔细思考一下 如果一些人的岗位没有必要 我觉得完全可以撤销这样的岗位 我实在是难以想象 按照这样的逻辑看下去 其他的单位 真的不敢想 有时候看到一些消息和数据的时候 确实需要一个强大的心脏 否则真的受不了 无独有偶 除了互联网上曝光的图片之外 之前也有人报道过类似的消息 比如说公厕长公事牌 可以清晰地看到 有总厕长 还有厕长 上面还仔细地写了工作的流程 有检查 有督导 有解决问题 还有相应的卫生标准 看到这样的消息 我也联想到一些其他的新闻 比如说 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新闻 一些在大街上打扫卫生的人 他们经常被曝光出来这样的消息 有人来检查 那叫一个细致入微 动不动就罚款 甚至还有网络上调侃的段子 往左扫三下 往右扫三下 老师说 看到一些消息的时候 不仅让人觉得震惊 还有一些讽刺 从一个厕所的状态 就能看到一些社会问题的现象 网友发的这张图片 能在互联网上引起不少的舆论 我个人相当的能理解 我也看到一些网友强烈的建议 完全可以裁掉四个人 有两个人就行了 一个干活的 一个监督的 这样 大家还能够理解 但是一个干活的 五个监督的 就让大家不能够接受 我们在互联网和生活当中 总能听到这样一个段子 有人问小朋友长大了 想干什么 小朋友兴高采烈地回答说 我长大了 想管厕所 每当听到这样的段子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露出了微笑 但是没有想到 一个段子 居然在有一天 真的变成了现实 不仅可以管厕所 还能够领工资 甚至连面都不用漏 我相信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确实让人感到匪夷所思 甚至最近还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某些国外知名大学的留学生 回家之后 毅然决然地 报考了某乡镇的公务员 见过荒唐 没有见过这么荒唐的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 我们现在的人 对于铁饭丸 有多么的重视 无论是从国外名牌大学回来的人 还是积极备考的人 大家对于考公务员 对于拿编制 都有非常强烈的需求 如果每个人都变成了公务员 都为大家服务 实在是不该想象这种状态 我觉得那个时候 肯定大家都非常的幸福 强烈的提升了民众的幸福感 当然了 很多网友有意见 我觉得也要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万一公策出现了安全隐患怎么办 所以说 有五名管理人员 也是理所应当的 虽然这些管理人员的工资 能够抵消很多保洁员的工资 但一切都是为了安全 都是为了大局 甚至还有网友调三个视野边 两个环卫边 一个临时工 别人 才能不能带来